第1990几 这下好了 他的殷石王也做不成了 现在反而要做别人的仆人 这让殷石王简直是欲哭无泪 他真的不知道招惹谁了 怎么你不愿意 李延新的剑梅一挑 他沉声喝道 这可由不得你 不不不 愿意愿意 我愿意 殷石王哪里敢说一个不字 他连连地点头 主人 您要问什么 您就说吧 我是莫名其妙来到这儿的 是不是说明我已经算是死了 李延新问道 这个 应该是的 殷石王点点头 这个地方是冥界 除了远古一些超烦入圣的大能们 是不可能有人 以肉身直接来到这个地方的 主人 您既然来到了这里 那就说明主人的肉身已经不在了 所以您才会来到这里 那我为什么不去丰都 而来到了九幽荒野 李延新又问 这个 过了望川之后是有三条路的 一条是通往往生路 一条是丰都 另外一条就是通往九 九幽荒野的 银石王小心翼翼的说 主人之所以到了这里 是因为您选择了这条路啊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儿呢 李延新不解 他之前都是一直是昏昏沉沉的 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直到现在才算是稍微的有点清醒了 只是他不解的是 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 那就要问主人您自己了 一般来说生前执念太重 或者说心魔太重的人 都会选择进入这里 我看主人的样子 恐怕生前执念和心魔都有吧 银石王说起话来小心翼翼的 他生怕自己再说错什么话 导致李延新大怒 他说完了以后 偷瞄了李延新几眼 见李延新脸上 并没有表现出来生气的样子 他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说真的 李延新是他见过的最复杂的生活 因为李延新身上的执念 实在是太重了 他不知道李延新生前到底经历过什么 总之他给人的感觉十分不好 而且他身上的杀意 代表他生前心魔太重 心魔加上执念 这种人他是招惹不起的 不过现在招惹不起 也已经晚了 李延新已经决定了 要把他留下来做他的奴仆了 尽管这家伙心中有一千万个不愿意 但是现在他却是一点也不敢表露出来 毕竟之前李延新一出手 就斩了他上百号的小弟 这件事情还历历在目 他对李延新已经有阴影了 执念 心魔 李延新愣了愣 他闭上了眼睛 回想起生前的事情 想到自己心魔入心 想到自己与叶浩轩的决裂 种种事情 就好像是发生在他眼前一样 我 受魔了吗 看着自己的双手 李延新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双手上满是鲜血 我果然是入魔了 回想起自己在世上做出的那些事情 李延新有些恍然 他不知道当时的自己是怎么了 就好像是自己的躯体 被另外一个灵魂操控着一般 现在生魂入明节 那个操纵着自己身体的魔魂 已经消失了 这才让他有了片刻的清明 只是李延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不知道如何从这个地方出去 主人 银石王试探着 叫了李延新一声 说 李延新的眉头一皱 他有些不耐烦 他也有些心烦意乱 他不知道叶浩轩现在怎么样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我的巢穴就在前方 要不我们暂时先到那里去吧 这个地方是天魔冰心的地盘 他的寻防室很快就会过来的 我这是偷偷地跑这里来的 如果让他发现了 我肯定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而您 这冰心最大的爱好 就是圣吞圣魂啊 提起了天魔冰心 殷石王不由得浑身发抖 那是一个真正恐怖的人 也好 那我们就先去你的领地吧 李延新微微地点点头 说真的 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毕竟这个地方是九游荒野 他初来到这里 又没有按照秩序去轮回 他只得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然后再做打算 主人 这边请 殷石王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然后 这才在前面带路 我们如何去封都 走了几步 李延新问道 封都 主人 你去那里干什么 那个地方距离我们 这何止是千万里啊 而且 我们九游与封都之间 隔着戒河 河里的水是来自望川 沾之极富啊 而且 封都的那几王胆小如鼠 他们平时把吊桥给生着 九游的几位魔王都不容易进得去 我们更进不去了呀 银石王问道 封都 是否真的有十殿阎罗 李延新问道 主人 您有所不知 早在很久以前 天道秩序发生了一场变故 原本的十殿阎罗 早已经不在这个位面了 他们已经去了其他的位面 而现在的四城之王 是以前的一些小角色 阎王不在了之后 他们这才自立为王 站着封都 但是这几王胆小怕事 如果不是天道秩序强大 自行运转 民府这里的轮回往生 早就乱成一团了 那你可知道 在封都那里 可有入室的方法 李延新问 入室 主人 您 您这是 要回到地面上去 银石王微微的一愣 然后他的头摇得 像是波浪鼓一样 不 这不可能的 一旦入冥界 就等于说是 与前唇断绝了呀 除非转生 否则的话 是不可能回得去的 难道说 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 李延新回过头来问道 这 别人不可能 但是主人 您与别人不一样 细回想起来 感觉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 这家伙的眼珠子一转 他想了想 哦 那就是有可能了 我与别人不一样 那你说说 我哪里与别人不一样 别人是不可能 带着自己生前的武器 来到冥界的 但是主人能 这就是主人 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哦 你是说 冷月吗 李延新右手一招 冷月随即出现在他手中 冷月与李延新 是随念而动的 只要李延新一个念头 冷月就会自行出现 哪怕是到了冥界 冷月也会伴随着李延新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 对 殷石王有些害怕地 看着李延新手上的冷月 这件武器之前 一出场就弄死了 他的上百号小弟 这家伙对冷月 充满了畏惧 冷月是与我心血相连的 李延新顺手 收了冷月 他淡淡地说 不管在哪个地方 只要我在 冷月就会在 主人果然厉害 这种地方 除了远古那些大能们 能带着兵器随意走动之外 其他的人都是 不可能拿进来的 殷石王是由衷的佩服 先去你的地方吧 然后想办法去丰都 李延新淡淡地说 是 主人请这边走 到了那以后 我们再想办法去丰都 殷石王连忙在前面带路 像他们这种三级以后的会摩 在这种地方 就是殿底的存在 殷石王就算是 统领着十万殷石的存在 但是他的巢穴 也说真的 跟洞穴差不多 只是里面 相对比较敬畏罢了 那些家伙们的 深情矮小 平时最大的本事 也就是钻洞 他们钻进去 倒是毫无违和感 但是李延新到这里来 就显得有些急了 李延新皱了皱眉头 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 他清楚 这种地方 对于这种会摩来说 已经算是不错的地方了 这些家伙们本来就是 酒油荒野垫底的存在 看得出来 殷石王也是在努力地 讨好李延新 但是这家伙也确实是 太寒酸了 拿不出什么招待人的东西 平时那些弱小的阴摩 只是他们喜欢吃 那招待李延新 就不合适了 行了 不用费心思了 李延新看着家伙 源源不断地上菜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阴谋 李延新看了极其的反胃 他简直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主人 我这里实在是 拿不出来招待人的东西 见谅 减量 殷石王连忙低头 然后他为李延新倒了一杯酒 这酒是之前某位魔王 进攻封都的战利品 我们半路上偷了点过来 也算是封都难得一见的真品了 从这里去封都要多久 李延新还是关心这个问题 一万五千里 这个家伙回答道 主人 这确实有点难 我们这里 算是荒野的深处了 但是距离封都最近的 要是赶到那里去 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 你们这里 脚城最快的东西是什么 李延新问道 眼魔 日行千里 但是这玩意儿脾气暴躁 不好驯服 而且只有一些巨魔 方才能拥有 我们这里 也只有天魔兵心那里的军队才有的 那就好 只要有就行 李延新点头 回头带我去兵心那里 找他寄一匹 殷石王一个哆嗦 李延新这简直是要疯了呀 要知道军心可是一个大魔头啊 他的可怕程度简直不敢想象 而且 这个魔头为人贪婪 一毛不拔 李延新想要从他的手里抢点东西 那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主人 不可呀 您是不了解军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殷石王惨叫了起来 他可是能一口吞下我们百万殷石的人呢 惹不起 我们惹不起啊 惹不起他 你就能惹得起我了 李延新冷笑了一声 冷月轴然出现 浮在殷石王的跟前 给我上 殷石王突然抓起杯子丢在地上 然后转身一钻 整个人钻到了一个地缝里面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随着杯子落在地上 啪的一声响 周边突然出现了无数的殷石 这些小东西们在一个个尖叫着 向李延新扑了过来 殷石本来是贪生怕死的 但是他们的悲哀之处就是 都受殷石王的控制 所以殷石王的一个念头 就能让他们发出自杀式的攻击 一个殷石王掌控着十万殷石 这些东西虽然站立不强 但是一涌而上的话 也是十分可怕的 看着密密麻麻 攻过来的殷石 李延新冷笑了一声 哼 你真的以为 数量可以弥补实力上的亏空吗 右手一招 冷月突然抱起了万丈的光滑 湛蓝色的光滑 刺在这些殷石的皮肤上 这些殷石惨叫着节节败退 冷月上的寒芒 让他们的身体直接燃烧起来 整个洞里面的殷石都在节节败退 但是在殷石王的控制下 他们又不得不不顾生死的往前冲 但是他们不管冲上去多少 最好的下场都是被活活的烧死 这些魔物的下场 只能用惨烈来形容了 但这也就是命运 虽然是魔 但也分三六九等 殷石这种东西数量巨大 但是他们却是处于食物链的最低端 所以他们只能任由别人摆布 而且他们不能有一点怨言 命运如此 是谁都无法改变得了的 可惜啊 这些家伙们的数量就算是再多 也仅仅只是数量多罢了 李延欣完全没有把他们放到眼里 他右手一挥 一支冷月 瞬间就化作了千千万万道剑影 每一道剑影下 便有着数名殷石的尸首